这个女人发疯了 她拿起榔头就砸向自己的丈夫 一下没砸中就砸第二下 第二下砸破了窗户 第三下直接朝脸砸 还是没砸到 她又看向自己的女人 随后一榔头砸去 丈夫为了保护女人 用自己的身躯死死的护住 丈夫站起身抱住妻子 妻子直接把丈夫甩飞 露出兴奋的笑容朝着房间走去 而脚下竖着的玻璃直接扎进脚里 但她似乎感觉不到疼痛 刚进入房间 楼下就传出了妻子的声音 妻子捂着嘴巴惊讶地看向众人 丈夫却转头看向房间 刚才那个人又是谁 她打开房间门 里面竟然一个人也没有 面对如此恐怖的情况 男人立即拨通了弟弟的电话求助 他的弟弟是个著名的驱魔师 当天下午 弟弟就来到了哥哥家 他告诉哥哥 应该是有恶魔在这个家里 驱魔师说 今晚一定要聚在一起 防止恶魔钻了空子 夜里小儿子去上厕所 就在这时 竟然出现了另一个人 这孩子抄起大刀 奈何驱魔师有圣光护体 恶魔没能得手 驱魔师知道这个恶魔太强 便打电话请求师父帮助 第二天 驱魔师去机场接自己的师父 他赶到机场 可师父却说没有叫他来接机 他这才意识到中了恶魔的轨迹 两人急忙往家里 途中却遭到诡异的乌鸦袭击 车辆失去控制 坠落山坡昏迷不醒 这时 小女儿来到地下室取神像 忽然一个身影一闪而过 火炉的门不自觉地打开 还没等小女儿反应过来 一股神秘的力量将他拽入火炉中 随后冒起熊熊大火 父亲把自己的大女儿绑在床上 这时满脸血迹的弟弟赶了回来 回来后的弟弟准备驱魔仪式 他把十字架放在女孩身上 随后抽出柳条开始抽打 女孩疼得嗷嗷直叫 母亲看不下去了 这是哪门子的驱邪仪式 这分明是在要人命啊 他上前阻止弟弟 而丈夫却将妻子推倒 让自己的弟弟继续抽打 丈夫好像想到了什么 他站起身一把抓住妻子的脖子 弟弟看到后却露出诡异的笑容 丈夫一把将妻子撞在墙上 看着奄奄一息的妻子 他才缓过神来 再次转头看向弟弟 此时的弟弟呲牙咧嘴地笑了起来 丈夫赶紧冲向恶魔 却被一巴掌扇飞十米 就在恶魔要杀死男人时 真正的弟弟及时出现 他念出紧步骤成功救下哥哥 接着他拿出照妖镜 将恶魔本体显现出来 为了保护哥哥一家 他将恶魔囚禁在自己的体内 随后把圣剑丢到哥哥面前 没错 他要跟恶魔同归于尽 最终阿伟被圣剑刺穿 恶魔终于被消灭了 虽然这部剧斗半评分只有6.1 但一家人的轮番变身 情节跌宕起伏却十分刺激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完整版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